今天这婚务还就不接了 你们这就是欺负人 知道吗 干吗 挡劲 挡劲 你这跟我来这一套 这坠序我不当 谁乐趣谁去 坠序都这样 总得有个过程吧 我叫什么名字 家事怎么样 人缘好不好 姑爷 父母双亡 我 没啥朋友 你们以后也够惨的 你们家 是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有钱啊 这院子也太大了吧 我家姓苏 是交您三大不上之一 自动化年间创立 历经八十三年风景 起来的话就不必寻找 您祖上与我们苏家交好 如今呢 你是我们家小姐招来的 坠序 招 招 什么 什么序 坠序就是上门女婿 我还是个道查门啊 我还是个道查门啊 哎 牛婶 怎么是您那儿试鸡腹啊 小姐呢 小姐去清点墓云纱了 牛婶和我身材相仿 又带我长大 抑制我心意 就让牛婶替我试穿吧 姑爷干吗呢 她背一个包袱 不会是要跑吧 好像真要跑 追 这都蛮搞的 明日咱们请的 都是姜宁有头有脸的人物 万一出了岔子 咱们苏家的脸可就丢尽了 是啊 依我看 当初就该将台儿许给那吴家长公子 把台儿自幼离京叛道 在外抛头露面精英不航 更是自主则训 依我看 这桩婚事就该做罢 一个未婚女子 如何去执掌心殿呢 还是 让二叔和哥哥替你分忧吧 哎 怎么不吵了 哎 吴爷 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依我看 你就是疯了呀 你才疯了呢 你不光疯 你还坏 你这么大人了 欺负自己妹妹要不要脸 不过也难怪 遗传嘛 你爹就臭不要脸 哎 自古以来女人在家相夫教子 恪守刚长才是正徒 相夫教子 这规矩是你定的呀 所有女性都得听你的呀 她们就不能出去闯荡 自己成就一番事业了 你们仿制业 从古至今 那翘楚哪一个不是女性啊 传道授业的织女 养谈骚死的雷祖 连祖师爷都是你的 你们连本都忘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明天的婚礼 这个 婚礼 你还得再商量商量 趁着商量 我跟苏小姐说两句话吧 苏小姐 你是苏小姐 苏小姐 嗯 不好意思啊 怕久了 腿麻了 这是什么 这是花轿 小姐的 你的 凭什么 你是追婿 追婿就得做这个 追婿都得做这个 我说不做我就不做 去去去去 我告诉你 今天这婚我还就不接了 你们这就是欺负人 知道吗 干嘛呢 我就没见过男的做花轿的 你认 你认 你跟我来这一套 这追婿有负当 谁乐趣谁去 追婿都这样 总得有个过程吧 你 我认为是 你 无许 aste 感谢观看